台中西屯区太阳国小复射幼儿园有除工阿姨确诊 师傅设立了前进指挥所 同时两辆救护车待命 学校几口幼儿园老师跟学童家长 要爸妈带着孩子全家都来快筛 到学校后大家自动拉出防疫距离 指挥站报道后 在进走廊人更少的地方裁剪 一旦有人快筛阳性 会立刻送上救护车到医院PCR裁剪 台中师傅在接到中央确诊名单通知后 环保局就派人进西屯区太阳国小 和附设幼儿园大规模消毒 中午卫生局副局长率领60名防疫人员进驻 学校不止集抠54个学童家庭回来快筛 附设幼儿园的老师跟除工比较有接触 7位老师直接进荣总做PCR裁剪 更谨慎的是 校方也已经要求国小老师包括警卫在内 一共49名的教职员也通通回来快筛 他负责幼儿园早上跟下午的点心 他有接触老师跟学生 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因为学校的老师有一位已经确诊 还没有编号 不过医院已经通报我们已经确诊 泰安国小的这个工扇是有另外的系统在工扇 确诊的附设幼儿园女厨公是案4735 49岁 推估他发病后到5月19号全台各级学校停课之前 5月17、18这两天 他还有到附设幼儿园主早上跟下午的点心 他的丈夫案4736 54岁则是一名食品公司厂长 不止两夫妻确诊 19岁的女儿也确诊 儿子则是一采婴 现在二采检验中 感染源是不是在彰化还要调查 但这个家庭四个人里已经有三人确诊 一位是厨工 一位又跟食品相关 师傅在设前进指挥所 希望能够有效堵住疫情破口 TVBS新闻 吕正成洪采伦台中采访报导 比较点差的 防疫优先 有一些事不急着做 张华县长王惠美拿着手卡 不断强调 有些事情真的不要急着做 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的东西 不急着做 因为张华县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12人 重数来到96例 除了水果商相关增加4例 万华家族聚餐2例 再次出现新的传播链 温站园林正监养生会馆大陆籍女员工 日前宣布确诊后 养生会馆其他5名员工 也全部匡列裁检 也全部确诊 不但感染率100% 病毒量还非常的强 6位工作者 6位全部感染 然后CT值又低 都是很高的病毒量 各位看到感染率100% 卫生局表示 养生会馆里头有2名女员工 5月从北部南下 不但在里面工作 就连生活起居也都住在里头 那我们也担心说 是有来这边接受服务的客人 把病毒带过来 虽然不能确定 他们就是传染员 或是客人消费后传播病毒 但从5月1号到现在 初步匡列40位客人 但还是要慎重呼吁 有进出或是有消费过的民众 一定要诚实出面筛检 警方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至少有40位 我们正在做联络跟裁检当中 40位是 40位就从5月1号到现在 而在南投东方宏养生会馆 因为14名员工也有7个人确诊 一名58岁务农男子 因为在19号 跟里头的小姐私下碰面 虽然没有出现症状 但自行到医院裁检后 也发现确诊 由于男子平时务农 只有出入农地跟农具用品店 但彰化南投不约儿童 都因为养生会馆 传出群聚感染 也难怪县长王惠美一再强调 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 连结的东西不急着做 特别新闻 陈志忠 陈家贵 彰化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